ниб機 Yo哈囉 歡迎來到至高的收藏 我是橘子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的是 一番賞 七龍珠 EX 守護地球危機的戰士們 B賞的筆克和C賞的天津犯 這次在封面河繪的部分 也是很有特色 加上還是大比例的 Master Leaf 系列製作 除此之外還會開箱 伊桑的餃子 不過餃子的盒子 還真的是蠻小一盒的 另外在組裝方面 比克和天津犯 不需要地台就能站立 而餃子則是有豐富的 手部配件和頭雕 可以替換成超能力 或是動動波的姿態 那麼首先我們就來看到 這次的天津犯 在七龍珠的故事初期 是與悟空實力相當的角色 可惜隨著新的敵人陸續出現 就慢慢的被邊緣化了 這款天津犯整體的高度約為18公分 除了肌肉輪廓有不錯的還原度之外 也有做出陰影的塗裝感 雖然天津犯儘管只是配角 但招牌的第三隻眼 還是為角色注入了鮮明的形象 而手部的細節和褲子表面的粗糙感 也有不錯的表現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比克 這款比克整體的高度 約為20.5公分 雖然衣服上帶有一點塑膠光澤感 不過還是能看到 有使用透明黑來做出漸層感 而這款比克在面相方面 表現出了帶有邪氣的笑容 其實這還蠻還原出 七龍珠早期的畫風 與現在溫柔的比克酥酥比起來 稍嫌有些落差 而在頭部的分件設計 是在眉毛下方來做連接 進而達到隱藏接縫的效果 另外在膚色的質感表現 也有蠻不賴的效光感 雖然在顏色的分解處 有輕微一漆的狀況 不過整體來說還是非常的耐看 最後也是這次一番賞 非常熱門的餃子 整體的高度含底座約為16.5公分 但在塗裝方面 相比比克和天津飯 塑膠感則是有點重 塗裝表現也相對簡單 不過我覺得以一番賞的價位來說 與其給這麼豐富的配件 還不如直接給兩款不同動作的餃子 不然多出來的配件 也不是每天會更換把玩 更不知道該收在哪裡 綜合來說七龍珠的一番賞 一直屢屢給玩家很新鮮的角色 跟大比例的製作 而且在做工跟還原度方面 也是誠意滿滿 最後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 悟空和飲茶的分享吧 那今天我們七龍珠一番賞的分享 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最後也別忘了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唷 那我們下次見 και按個鐘 我們下次見 不客氣 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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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